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庆祝的甜蜜气泡 二、焦糖布丁的秘密 炖煮的魔法 三、奇幻森林蛋糕 巧夺天宫的绿意世界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庆祝的甜蜜气泡 各位尊敬的同好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古典又现代 既庄重又俏皮的主题 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这个小巧精致的甜点 不仅是庆祝时刻的完美象征 更是烘焙艺术与社交文化的甜蜜交汇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香槟酒的诞生地,法国 香槟 这个名字源自法国同名地区 它的诞生几乎是个意外 想象一下 那些古老的酿酒师们在冰冷的冬日里 看着酒夜中突然冒出的气泡 一定是又惊又喜 而今天 香槟已经成为庆祝的同一词 无论是婚礼 它总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现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槟杯子蛋糕 这个创意的甜点 是将香槟的气泡灵感 注入了烘焙的世界 想象一下 一支精致的香槟杯 里面不是装着液体的香槟 而是层层叠叠的蛋糕和奶油 每一口 都仿佛在品尝着气泡的跳跃 是不是觉得既有趣又美味 但是 制作这样一款杯子蛋糕并非一世 它需要精湛的烘焙记忆 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从蛋糕的松软度到奶油的轻盈 每一步都要精心计算 就像酿造香槟一样 需要时间和耐心 而当你在特殊的日子里 端起这样一款杯子蛋糕 那份成就感 恐怕连香槟的气泡也要为之鼓掌 不过 让我们不要忘了幽默 想象一下 在一个高端的派对上 一位不知情的贵宾 把香槟杯子蛋糕当成真的香槟 一口气喝下去 然后满脸困惑地咀嚼起来 这个场景 想必会成为派对上 最令人捧腹的一幕 总之 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不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它让我们在清煮的时刻 不仅能够享受到香槟的气泡 还能品尝到甜蜜的幸福 下次有机会 不妨尝试一下 这款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甜点 让它为你的清煮时刻 增添一份特别的风味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焦糖布丁的秘密 炖煮的魔法 各位亲爱的美食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甜蜜的秘密 那就是焦糖布丁 这个看似简单 确运含住炖煮魔法的甜点 首先让我们从焦糖开始 焦糖 这个由糖在烹饪过程中 经过焦化反应而成的琥珀色液体 它的制作过程就像是一场化学实验 糖在加热过程中 先是融化成液态 然后开始变色 从浅黄变成深踪 这时候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从甜蜜的梦境 跌入苦涩的噩梦 所以控制火后 是焦糖的第一个秘密 也是炖煮魔法的基础 接着是布丁本体 这个由牛奶 糖 鸡蛋和香草精组成的绵密结构 这里的魔法在于温度和实践的精准掌控 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后 倒入已经凉爽的焦糖模具中 然后开始炖煮 这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让鸡蛋慢慢凝固 形成丝滑的凝胶状结构 而不是变成一堆颗粒状的鸡蛋炒饭 这需要在水域中以低温慢火烹煮 让热量均匀地渗透进每一寸布丁之中 但是 别忘了 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敌人是 水气 如果水气进入了布丁 那么它就会从一个高贵的甜点 变成一个悲伤的海面 因此 有时候 我们会用锡箔纸盖住模具 就像是给布丁穿上一件防水的小雨衣 当布丁在顿煮的魔法中慢慢成型 时间 就像是一位精准的指挥家 指挥住这场甜蜜交响曲的演出 最后 当布丁完成他的表演 静静地在冰箱中安息 等待住最后的节目 最终 当你将倒扣的布丁 轻轻地放在盘子上 那一刻 焦糖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布丁微微颤抖 仿佛在对你眨眼说 你看 顿煮的魔法就是这么神奇 所以 焦糖布丁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是顿煮魔法的结晶 是时间 温度和技巧的完美结合 下次当你品尝这个经典的甜品时 别忘了向那些 默默在厨房里施展魔法的大师们致敬 因为 没有它们 我们的世界将少了许多甜蜜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奇幻森林蛋糕 巧夺天宫的绿意世界 各位烘焙界的魔法师们 甜点界的艺术家们 还有那些 对于蛋糕 比对待真爱还要认真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那个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大自然气息 仿佛精灵即将从中跳跃出来的创作 奇幻森林蛋糕 首先 让我们来点赞这些巧夺天宫的绿意世界 奇幻森林蛋糕 不仅仅是一块蛋糕 它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是一次穿越到未知森林的奇妙旅行 想象一下 你站在一片 有奶油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汉斯尔与格雷特的幸福结局吗 但是 制作这样一块蛋糕并非一世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烘焙技巧 更是一种艺术感和对自然的深刻理解 每一层蛋糕都要像土壤一样扎实 每一朵奶油花都要像真正的花朵一样绽放 每一片巧克力叶子都要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自然 这是一场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是一次对完美的不懈探索 有趣的是 奇幻森林蛋糕的创作灵感 往往来自于最不起眼的地方 也许是一次漫步在公园的经历 一片落在地上的树叶 或者是一次远租时偶然发现的小溪 灵感就像是森林中的小精灵 时不时地跳出来给烘焙师们一个惊喜 而且 你知道吗 每当有人尝试 创作一块奇幻森林蛋糕时 都像是在进行一次魔法仪式 他们要在不破坏蛋糕结构的前提下 将各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这需要的不仅是技巧 更是一种对美的执着追求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每一块奇幻森林蛋糕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真正的森林一样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也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奇幻森林蛋糕 每一块蛋糕都承载着烘焙式的心血和情感 每一次品尝 都是一次全新的探险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块精心制作的奇幻森林蛋糕时 不妨深深地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那片油糖和奶油构成的森林中 体验一场甜蜜的冒险 毕竟 这不仅仅是一块蛋糕 这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款令人垂涎欲滴的甜点 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焦糖布丁和奇幻森林蛋糕 这些甜点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烘焙艺术和创造力的结晶 醉人香槟杯子蛋糕 让我们在庆祝的时刻 感受到了香槟的气泡和甜蜜的幸福 焦糖布丁则展示了炖煮的魔法 让我们领略到了时间温度和技巧的完美结合 而奇幻森林蛋糕 则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自然元素和想象力的奇妙世界 这些甜点不仅仅是食物 而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它们融合了烘焙技术 创意设计和对美的追求 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些甜点时 不妨想象一下它们背后的故事和制作过程 这样你就能更加享受到这些美食带来的甜蜜和惊喜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甜点推荐吗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 创造更多美食的奇迹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